当地时间9月1号 多米尼加阿苏阿省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目前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据多米尼加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在阿苏阿省拉斯亚亚斯市 一辆装载水果的卡车在高速行驶时失控 撞入路旁的一家酒吧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当地交管部门说 由于部分伤者伤情严重 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 交管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初步推测事故可能有卡车机械故障或驾驶员酒后驾驶引起